两个人在丫鬟婆子的搓拥下到了正殿 因姚华还是未出格的小姐 陶府叫了许多的家人跟着 上香时 姚华将香火钱送了过去 令照大太太交代的 每日要多添些香油 点在大海灯里 许愿也不多 就是保家宅安宁 言怀又问 今天的第一住香让哪家上去了 那人回道 是常宁博家的小姐 言华听的这话 不由得轻哼一声 因不能落脚时间太长 姚华 言华去了旁边的安里 供女客休息的院子 安里的迎客泥骨上前道 院子已经收拾好了 奶奶小姐们随我去乡房里休息吧 姚华点点头 言华四处看 见那院子清静 又仗着带的人不少 于是安下心来 那迎客的泥骨道 宿斋今天一早就准备好了 姚华又点点头 乡房虽然简陋 一会儿却有泥骨来讲经 言华心里想着之前荣华说过的话 于是格外地小心 将厢房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 又让丫鬟们进去收拾了 才肯让姚华进去休息 安主讲过法 言华和姚华正在屋子里说话 香巧进来道 常宁伯父四小姐来了 姚华顿时一愣 站起身就盲盈了出去 常宁伯四小姐 穿了身淡紫色的荷花纹下衫 见到姚华 脸上露出颇有深意的笑容来 来来回回 细细地看了姚华几眼 目光最终落在姚华外面的 青纱长衣上 然后脸部轻移笑的 刚才听安丽的人说 又来了两位女施主 我就问了两句 没想到 竟然遇到了二小姐 便过来看看 姚华微微一笑 上前道 上次与四小姐见面 一晃 竟过去许久了 认四小姐 也就上前挽起姚华的手 似是十分的热络 姚华接受盐华 给四小姐认识 我六妹妹盐华 任四小姐与盐华认识了 便进到屋子里 与姚华盐华说话 盐华听任四小姐 似是对这一代 很是熟知的样子 说话时 眉眼跳脱 满脸的喜气 安外种了一片的花树 上次我来的时候 还没有开花呢 今天 一进院子就闻到了花香 应当是开花了 要不要去看看 盐华听着任四小姐说的地点 就觉得不妥 这儿毕竟是一早 准备好的厢房 到了外面 万一遇到生人 可怎么是好 任四小姐道 那有什么关系 这安菜多大 之前我经常与母亲 过来上香 周围的人都被轻走了 不过就是咱们一家的人 有男仆都在外面一层 谁也到不了这里来 这次 我带的人也有不少的呢 好姐姐 你就放心吧 我能坑了你们不成 盐华看着任四小姐 带来的丫鬟 都是一幅不以为然的模样 再看那任四小姐的装版 既然唱了荷花文的下衫 身上的宝石都用作藕色 头上是金花杂 手腕里戴着透亮的翡翠手镯 哪一件不比她戴得高规许多 再惊认四小姐方才一番话 似是自己小家子起起来 盐华忽然觉得 嫁人之后 她是有些畏首畏尾 荣华临走时 不过是随便一句话 就让她这样小心翼翼 姚华过来上香 总是大太太答应的 这里面 哪有她什么事 任四小姐 拉着姚华玉走 姚华看了盐华一眼 盐华只是 稍稍地拦了一下 任四小姐道 我们就站在墙里看 那外面的花树 还将枝叶伸出墙了 我们就看出墙的那些好了 盐华这才微微放松 让任四小姐带了摇花出去 香桥上前道 不然奶奶也跟着去看看 盐华面上一冷 不过是花树罢了 又不是没见过 哪里来的那么好性质 香桥的 瞧着二小姐的意思 是跟任四小姐很是熟络 奶奶过去说上了话 将来 盐华横地香桥一眼 说是薰桂家的小姐 看着那么小家子气 我又不是没见过 许多的名门闺秀 哪里用得着 巴巴的上前去求什么好的 认识小姐说话的样子 声像是谁也不如她一样 香桥低下头 不再说话 盐华本就没有心情 方才一番话 她越说越生气 渐渐地就沉浸在自己的苦楚里 趁着香桥不注意 一偏头就掉下泪来 香桥知道盐华的心情 忙看向别处 却也忍不住地 跟着鼻子发酸 奶奶明明没多大的错处 孟家却这样的不容忍 想起这趟回桃家之前 爷还拉着奶奶低声说话 明明说好了的 若是没事 回来批明了老爷太太 也就行了 却没想到 奶奶一回家就变了样 爷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奶奶在家里住了一晚 也没有人过来说任何的话 昨晚奶奶在屋子里说 爷一定是在看书了 也不知道半夜里小厨房 给不给做碗汤面 又是叹气 又是心疼 直说 他也有他的难处 奶奶是什么样的心性 都能做到这般地步 香桥也越发地难过了 任四小姐说是上花的 往里面走 就吩咐丫鬟婆子都停下来 只和姚华进到那院里 去看花树 任四小姐和姚华 一开始还说说笑笑 姚华将注意力 都放在树上的花朵上 渐渐地就和任四小姐 拉开了距离 闻着花香 看着娇嫩的花朵 摇滑的脸上 渐渐地露出笑容来 稍稍不经意间 低头看落花 却不小心 看到树下湿泥上 映着一双男人的脚印 不由地大吃一惊 荣华在屋子里见了冯丽昌家的 冯丽昌家的昨日从孟家回来 只是简单地向荣华回了话 还没来得极细说 侯爷就回来了 冯丽昌家的是个有眼色的 忙退了下去 本来今儿一大早 她想要再和夫人说 却听说夫人要出去 也就没到夫人的屋子里来 没成想 最后倒是夫人将她传来 冯丽昌家的一进门 荣华看着镜子笑道 听说你的大媳妇 是个会梳头的 改日将她叫来给我梳头吧 冯丽昌家的 顿时惊喜地弯腰说道 是 奴婢回去就嘱咐她要好好地伺候 她是个细致的 夫人见了一定会喜欢 荣华点点头 冯丽昌家的看木剑给荣华梳头 便说起昨日的事来 奴婢去了孟家 孟大太太迎了出来 听说是少夫人送礼物给六奶奶 孟大太太愣了一下 倒说六姑奶奶回去侍奉大太太了 还没回来呢 奴婢顺口就问了 也不知道六姑奶奶 什么时候才能归家 说着顿了顿 看荣华听得仔细 冯丽昌家的接着说 孟大太太又说 六姑奶奶要回去尽孝道 三日过后便要让车回去接 荣华这才点点头 孟家人果然是这般小人 万事都是利益在先 若是有一天 炎华对他们有害无益 他们必然会将炎华一脚踢开 见没见到六姑爷 冯丽昌家的道 孟大太太只说是秋为将近 六姑爷在闭门读书呢 奴婢听了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将礼物留下就回来了 荣华梳好头发又换了衣服 叫冯丽昌家的道 我要出去 你就跟着我一起去吧 冯丽昌家的又是一喜 急忙硬撑了 少夫人交给他的第一个差事办好了 他的大媳妇就被叫进来梳头 要知道梳头的活 并不是谁都能做的 现在少夫人又让他随行 这是有将他一直留在身边的意思 冯丽昌家的边想着 边与下面的丫鬟一起准备去无间而来 姚华这边受了惊吓 刚要躲开 只听前面不远处传来一个男音 二小姐别走 我只是远远地看看 断不敢有别的意思 好一声的软磨 带着浓浓的鼻音 将自己说的卑贱 喜求着可怜 姚华似是被惊吓了 不知道如何是好 正挪不开脯子 那男人又道 我亲手做了个掐丝的簪子 就放在小姐前面不远的树上呢 望小姐能收了 姚华摇摇嘴唇 若不禁风地咳嗽一声 那人忙说 小姐莫要动气 小姐心里难过 那都是因为小人的过错 小人也不敢出来见小姐 只求小姐能让小人多看几眼 边说着 边凑过头去看 只见家人如在花端 高高的神仙迹 身上的衣衫似薄云 被风一吹 似是要飞走般 那人心里一痒 但又要说话 姚华已经叫了乡竹来 乡竹上前扶了姚华 姚华急忙转身向前走 慌乱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一块乡竹 乡竹想要去寻 姚华怕乡竹撞见什么人 自己脸上哪有颜面 忙叫住了乡竹 等一会儿再去找了回来 姚华匆匆往回走 心里却不断地重复那人的话 在外体面光鲜的柿子 在这里一口一个小人 温言温语 只盼着她能多停留一会儿 她的正是妻子心丧 未过百日 她却来了这里候着她 姚华心里不油得有些激荡 香竹将姚华 扶到个干净的石凳上 让姚华坐了 这才去寻那块帕子 姚华惊魂未定 任四小姐来了 姚华也隐忍着 不说出什么话来 任四小姐上前看姚华的脸色 只见桃儿小姐梅雨中有了悔意 知道二小姐是后悔不该和她来这边赏花 于是上前来解圈 你看这边花开得多好 你怎么不高兴起来 姚华勉强地露出些笑意 却不知这是什么花 以前也没见过的 任四小姐道 也是紫薇 这是珍贵的品种 我以前也不得见的 姚华微微一争 却没想到 原来这也不是普通的 任四小姐接着道 我原是护你的 这边哪样什么花束 是最近才直上去的 一颗就要花上大价钱的 谁看了 那都是天大的福气 姚华低下头 也不说话 自是不明白任四小姐的意思 任四小姐笑道 我本来也不是要过来赏花 也是惊人软磨硬泡不起 再说 又知你心性 上次在薛夫 还是这位陶二小姐心善 替她说了好些话 才没有人问起 陶八小姐到底是怎么落水的 按佛家的话说 渐渐都是善缘 这也算是应言了 想到此 她就接着说 这才肯硬了 只是带你过来看看花束 却不能让人枉费了许多的心思 姚华脸上又是一红 不想再听下去 任四小姐道 好 我不说了 姚华又走 任四小姐笑道 不看看了 错过花期可是没有了的 待到明日 却不知又是如何呢 说着 身边的丫鬟 盛上一个锦盒来 姚华推了回去 如何也不肯收 任四小姐 故意地搬起脸来 二小姐 这是看不起我们家 不想与我家亲近 姚华却又不知道 该如何说了 香烛寻了一圈 帕子也没找到 悄悄走到一棵树下 只见树下都是凌乱的脚印 其中一双是最深的 刚要折返 忽听不远处 有人说道 可是惊扰到了 夫人 又有个熟悉的声音 那倒是没有 香烛不由地朝那声音处看去 稍稍张望 浑身的血液 似是一下子都被抽走了 半嗓 才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姚华起身要走 香烛忙上前扶了姚华 任四小姐也不说别的 只跟着姚华回到之前休息的厢房中 两个人一进门 就听到盐华在与人说话 姚华掀开帘子一看 竟是荣华的陪房冯丽昌家的 看到冯丽昌家的 姚华也是一愣 表情就有些僵硬 冯妈妈怎么来了 冯丽昌家的笑着道 少夫人过来上香 我也是听说 二小姐六小姐都在这边 于是就过来瞧瞧 说着看向姚华身边 却不知道 那位穿着紫色荷花纹下衫 翘着嘴角 有些盛气凌人的小姐是谁 严华道 这位是常宁伯父任四小姐 冯丽昌家的上去行了礼 任四小姐笑笑 说道 八小姐可还好 我们也许久都没见了 说完这话 去看冯丽昌家的 只见冯丽昌家的 笑容满面地立在一旁 似是没听见她的话 任四小姐对着一愣 看了冯丽昌家的一眼 冯丽昌家的 才忽然明白过来 哦 您是说我家少夫人 这一声反问 让任四小姐红了脸 倒是她不懂得礼数了 冯丽昌家的道 若是知道四小姐也来了 说不得 我家夫人就会多留些时候 任四小姐道 你家夫人已经回去了 冯丽昌家的笑着道 夫人在金殿上玩香 添了香火就回去了 任四小姐道 不是说金殿并未开吗 冯丽昌家的微微惊奇 这奴婢倒是没听说过 夫人早上才在金殿上 上了第一炷香的 任四小姐笑了笑 又应付着说了几句话 这才离开 走出厢房 任四小姐沉下脸 问旁边的丫头青穷 怎么没听说 薛家有人来上香呢 青穷道 奴婢也不知道 任四小姐道 快去问问 都谁来了 都知道了什么 青穷忙下去 安排灵力的丫鬟去问 不一会儿就打听回来 说是五木侯夫人 一须老夫人在这边送有供奉 寺里的人便请了侯爷夫人过来 替老夫人上香 任四小姐不由得慌张 我和哥哥给了不少的打赏 却怎么还是放了人过来 要是真被他撞见了 那可怎么得了 哥哥是有笑在身的 之前还有过潜力 青穷也变了脸色 那小姐怎么办 小姐将来也是要嫁去薛家 当时候在她面前岂不是 她原本想 这桃巴小姐 不过是一个树出的身份 就算成了五木侯夫人 在薛府也不会被人多看中的 可是今天怎么去替老夫人来上香 寺里还特意地没有开金店 专门留着 让她来上第一炷香 若是她什么都没看见 那个跟着她的下人 如何会那般的趾高气扬